问题就问了,那有些什么?花水 花水,有少母国庆祖国,春秋复文 有博士在老江州 大家用一个很平静的身体,自己的国家的发展 中国太大问题太多 亦都有外因有内因 但人为因素太多 今时今日你做个镇委书记 如果你的操守不好,真是一个土皇帝 特别在农村山区 我们唯有真是只有希望,希望你习近平 你作为一个这么大政党总书记 你真是要把好关 如果你的党员干部的操守诚信不行的话 你永无灵日 因为我现在社会不同以前,资讯这么发达 那些人的知识又提高了,很多事都隐瞒不了,真的实事求是 如果党员不操守责任在中央党校,既然共产党差不多一个宗教形式 听到说跟党走,这些就是宗教口号 那为什么你没有宗教的训练方法给那些港部呢 你不要说学会每日拜五拜啊,每日排队要挨几下口号啊 是呀,你每个队都叫你一个星期断食一天啊 给那些党员在这么大的欲望之中呢,可以停一停下来 所以我断食是最好的,他断不了两餐要断一餐 年轻一定要断了,五十岁六十岁以后的党员给那些断一餐指定的 你最好你不是说认衰啊,你不妨共产党试一下啊 你拿我们那本八官齋戒,叫党员做就行了 有功德的嘛,有功德的,我说你又不用学佛教仪式 你不是学佛教仪式,你不是学佛教仪式 我现在什么和尚都没有了,我自己是我的天 请我八官齋戒守则,其实这个是对重万党最好的 就收福啦,如果他会做,每个党员在每月农历那天 守八官齋戒,那就不用断食啊,十一点前中午饭食都行啊 过五笔食而已,以前我住秒守八官齋,吃三餐的 是呀,三点给你们农食,做完早饭就农食 九点钟钟就农食,击入睡睡了 睡了两个中午休睡高,那便十一点吃过团饭啦 午时嘛,过午嘛,十二点后后不想吃嘛 但它有一条规定很怪的 总之你不过12点你坐下一张椅 屁股不离开一张椅都没当你犯规 还可以继续吃 吃到两点 总之你屁股不离开一张椅 因为它是拿来给你吃的 但我们通常不会的 通常11点开餐 11点过堂盘坐在那里吃 11点半、11点9点吃完 就过午就不吃饭了 只是喝些流质的东西 其实真是最大的建议你中国共产党守百关齋戒 说你这些党员国务听到你该自己跪跪属于守 包括你不会犯党规 百关齋戒有益的 每个月守一日农历山日那天守 包括你有福气 贪婚少了都无事 贪少少包你都无事 它有龙天互法保佑你 就是你会有智慧 哪些钱要拿哪些钱不允许拿 百关齋戒 可以一试 不信可以试 都算老套 靠人守百关齋戒 贪婚 贪婚 没办法 世界是什么 而来互法党的世界 它大忍有 你想想以前做东莞的村委书记都不肯付 有几亿啊 几亿啊 村委书记都几亿啊 村委不止了 对不对 因为它那个水床大嘛 多印象嘛 它是人来的嘛 你共产党你不可以当党人是神才行啊 不肯都说不行啊 屌你不看党人是神才行啊 那就应党成朝鲜咯 人党党便搏猛咯 自己骗自己 所以一定要有那些戒律 就是让它的内心修养可以扎实些 你用那些言明状法 什么规什么规模 那便做裸观咯 叫你老婆子都移民了 那便搬走钱贩民事咯 是吧 是吧 逼你这样走 是啊 这个真是你共产党要完善自己 一定要 最简单的了 你就拿佛门那个八官齋戒来的 包地有益 继续抗 第二个问题 不是 第二个花彩 我花彩 那还有五千祸 其他川楠个得固绝呢 吗 现在有五千祸